台北市政府選擇 來看今天三位的參選人 都用共町政策 民進黨 臺市長來提出道經政策 說未來這四年來 未決定兩聲 八年 決定五聲 台北市府市長 翁珊珊說道經 說要換掉五千黨的老舊的公務 國民黨今晚安藏 就表達說會來趕緊 這個公辦 道經的腳步 台北市道經是怎麼久在搜 民進黨就參選人臺市長 提出以道經的政策進行 先批評現今的府市長 翁珊珊 現在道經的速度是很混沌 他若就進到後 會優先政権危險的股間調 尤其是提官新平的速度 正對道經的政策 現今台北市府市長 五三三 再去參加電台的 節目時說 道經的重點 是所定學校的改建 台北市兩百多 經學校都已經超過五十年 未來的改建和精平 無論用的土地會用來去社會 主題 這是提供 讓道經給臨時升大 目標是二十年 將五千棟股廚換新 空出來的地方 我們可能就蓋設宅 設宅除了提供給年輕人住之外 還可以讓旁邊的單元 他們來做都根的中繼宅 另外 國民黨就參選人準萬安 十七 提出三個公辦 道經的政権 共同台北市府可以 化鼻動為主動 加速公辦 道經 再去到開基 社會 一共會結局加入台北市十二的行政 市區 聽幾個市民的意見 台北市的國建局都超過四十年以上 有四十萬戶 如果六百都發出加速跟國台道經 未來會由台北市府來主動 公辦道經的案件 這些都是參選人政権 很好的議題 記者 総合報導